接著我們開始上所謂的表格 因為我們說過了 科學家要做實驗 要測量就有數據 得到數據之後 就把它畫成一張表格 畫成一張圖形 看著表格 看著圖形 來方便我理解 方便我預測 我們所做出來的事情 做出來的狀況 這是所謂重要的科學技能 也是考試的重點 說過了 學測很多考試 你都不用懂 你都不用學什麼知識 你只要會看表格 會看圖 就會有答案 不用先學什麼玩意兒 內容那個什麼科學技能都不重要 表格的話答案就有了 所以會看表格 會看圖形 是重要的科學能力 當然 不僅單純表格或單純圖形 它也是會交錯運用 也說不定 這在說 我們國中 因為幾乎全部都是成正比 幾乎全部都成正比 因此我們有一個小建招可以用 叫做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來幫我們解決有關於表格上面 需要做計算什麼這些題目 當然你如果要帶什麼公司也可以啦 這只是一個所謂的感覺上方便的小建招而已 有一個人取燒杯 到液體 結果如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液體密度多少 第二個 燒杯質量多少 為他搭起友誼就是 前後兩兩相減 每增加10 增加15 每增加10增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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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告訴我 每增加15立方公分的液體 值量就多幾公克 對不起 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體 這就加幾克 15克 所以表格告訴我 每10立方公分的液體就多15克 10立方公分的液體就15克 有問題嗎 那怎麼算密度 公式叫做 1等於 V分之N 體積質量 體積10立方公分 值量15克 所以10分之15 答案叫做1.5 液體密度1.5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第二個問題 空燒杯多重 空燒杯怎麼辦 每增加10增加15 每減少10勒 增加10增加15 減少10勒 減少15 這個0 0什麼意思啊 沒有液體 沒有液體 為什麼會有質量 就燒杯質量 沒有液體質量 所以燒杯質量幾克 50克 下學習有個什麼虎課定律的跟那個類似 問襯盤有多重 升長幾公分的跟那個類似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有些題目有什麼過量的 過量 過量就不一定會成正比 然後後面會帶到一些大家可以看 有一些化學反應會融解有過量 好來 有一個就是所謂虎課定律啊 你還沒有學過虎課定律 不重要 不要學過 會看表格就會了 會看表格就會了 不用學過什麼虎課定律 好 掛個彈簧秤 看伸長量 外力 成長 請問你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想 做 互相交 不會的我去問你旁邊的人 不會的去問你旁邊的人 不會做的去問你旁邊的人 想做互相交 我待會挑組別好了 我挑組別好了 然後呢就請你辦公室成績最爛的起來回答我 誰要做 誰要做 我會更難 我會不會說 我會去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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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个问题没有 有沒有 每增加2 增加1 每減少2 減少1 減少2就是0就是不加外力 還有長度是什麼東西 原來長度8公分 可以嗎 來 那5克中他選項 5克中答案是不對的 他上面選的5克中是不對的 那應該多少 來 看看多少 他應該多少 第三組 江若謙運 袁如琪 多少 4.5 4.5 4.5 每增加2 增加1 5呢 加多少 加1 多少 0.5 在全場 4.5 加1